A-Li知道嗎 今天又有老朋友來到我們這一集的節目當中 然後 他其實上上集才來過 然後其實很明顯他是誰 我直接搶先出來了 人不住了 大家好 這是YELLO 黃旋AKA 東南亞巨子翔聲 台灣史達聲 Urban Cowboy 你的摩登大聲 21世紀自帶風雨的男人 我們兩個的共同點呢 除了都是優秀的音樂人之外 到底是哪裡 我們都是台灣的原住民力量好不好 其實我很少在 原住民power 其實我很少在節目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講這個部分 但是其實我也不排斥 但這件事情我覺得可以讓給大家一個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打破刻板印象這件事情 但今天主要我會比較想要分享這件事情 對我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都算獨包 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獨包的定義 獨包就是都市原住民獨包 所以我會感染的一些這個精神 但是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都是 他們都是有那樣的背景 然後長大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小時候都會覺得說那個只是我的血統 沒有太深的感受 對我沒有太深的感受 但是反而這件事情在我長大以後 它變成了一個旅程 旅程 旅牆 知道嗎 對 它這個旅程是什麼呢 就是反而因為我是 因為我小時候是沒有太大的歸屬感 我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呢 就是會回去 那為什麼長大後 你才開始意識到說 這是一個自我探索的一個過程 對這反而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那樣的環境 然後我長大以後接受到很多的資訊 很多的理解 跟對歷史的了解之後 對相對想法也比較成熟之後 我會 我覺得人的天性就是 你會想要去找 尋根 對去尋根 然後去尋找 比如說自己協同上面 這些協議上面 這些文化上面 這個族群對你的意義 對你身邊的意義是什麼 我現在還不能夠給大家答案 就是說這個意義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才需要探索 對 所以我譬如說 應該是在當完病以後 我應該二十二二三歲之後 我才突然 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很久沒有去看我阿嬤了 對 所以我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會 有空有時間 我都會回去花蓮 譬如說 因為我媽媽這邊也是阿美族的 媽媽是阿美 對媽媽阿美族我去看阿嬤 然後去 甚至我會開始去學一些族語 比如說我爸爸這邊答案 我這邊秀幾句 ロカス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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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就是 問候嘛 打招呼 然後加油 這樣 簡單的介紹 簡單的 我也是會簡單的 然後 我就發現這件事情很有趣 它明明是 升值在我的體內的 但是我卻對這件事情很陌生 所以我需要一個旅程去探索 去了解這件事情 對我日後有什麼影響 也許我之後的音樂風格可以 在這個探索的過程當中 加入一點這樣的元素 但是我也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也不必要去刻意的去強調自己的身份認同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它對我來說 對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不管你是怎麼樣的族群 現在這種國際地球村的這種概念 本來就是回到我們之前上上期講的就是以人為本 其實跟你的名字跟你的性別跟你的族群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你說我們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身份而有一些優勢呢 當然還是有 優勢是什麼 沒有加分 沒有啦 對 但是這個又是譬如說就是 你很容易會在 比如說原住民的朋友可以看到某一些天賦是特別的 像這個雖然大家前陣子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是不是刻板印象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就是一個陳述一個我所看到的事實 你看像我表格也是打棒球的啊 其實會有這種刻板印象說 比如說直接一點可能原住民愛喝酒啊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因為我們 或者很愛唱歌或是運動啊怎麼樣的 那是因為我們族群本來人就比較少 對 其實你放眼光過去 大家也都會做這件事啊 對 大家也都會做這件事情 真是因為我們人比較少 所以你在某一些的習慣慣性的上面思維 你反而就放大了 但是你說我們有沒有不會唱歌的 很多啊 還是很多 有沒有運動很爛的 不會啊很多 像我跑步就很慢 你以為小時候講個分享個有趣的事情 小學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那個 大家對原住民這件事情就覺得很新鮮 哇 因為小時候全校好像我們 我是念這個台北龍岸國小 跟大家笑到一下我的小母校這樣 我們全校只有不到十個原住民身份的學生 然後我是班上唯一一個 所以大家都對這件事情很酷 就是喔原住民應該跑步很快這樣子 我要記得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比那個全校運動會 然後老師跑 老師在比賽前 把我排在最後一棒這樣 他們根本我們還沒有試跑過 所以就是試跑的時候 我那天就是很心機的 就想說 啊腳扭到這樣抽筋 我自制一下 因為我跑步太爛了 我不好意思 可是我又不想丟這個臉這樣子 所以我 這其實還蠻好笑 其實我是一個跑步很慢的人 所以你是沒什麼運動細胞 還是單純跑步而已 單純跑步而已 這邊要補充一下 單純跑步一下 但是其實你看又回到河滿音商 大家會覺得說打棒球 我棒球是真的很強 真的喔 我棒球真的還蠻厲害的 所以呢 又扯遠了 反正就是 大家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其實也跟大家一樣 只是我們長的可能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對對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 現在反而我覺得 未來的人類社會會 對這些族群的分野 我可能會越來越的模糊 你一樣有這樣的協同 我覺得你一樣要 我覺得文化傳承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以自我的這種身份認同去區分 或是去分化彼此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和平與愛囉 和平與愛 和平與愛 OK 你身邊你有從頭到頭遇到怎麼樣 大家對你的這種刻板印象 身為督包的人 刻板印象 其實我真的還好 你也還好對不對 因為我真的也還好 我也沒有遇到說 因為我是 因為 比較早以前大家比較 就是在族群認同這方面 可能大家還沒有那麼的 對這件事感到的 感到普及 所以以前小時候就會發生 同學好像有被 可能族群歧視啊 或什麼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遇到 對啊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遇到過 可是我 我倒是從小就有在 就是接收到文化傳承這件事情 因為 這件事情我後來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 有斷層 我跟我這個文化有斷層 所以導致我後來就是 潛意識還是會想要去了解 對 因為我們泰雅族是有 有在打獵的這個文化 對 所以我從小就會看我爸爸 或阿公他們就在準備 獵槍 陷阱嗎 對準備陷阱 然後準備出發 開那個小發財車 然後就離開這樣回來 就帶了一堆很多 山場回來 然後準備要 就是要處理 其實我現在很羨慕欸 我很羨慕 因為我其實也 長大以後我也蠻想要有這樣的 文化的這些體驗 其實可以 你可以來我們山上到時候 有這件事的話 好啊 可以帶我爸爸或阿公 就是你 爸爸阿公可以帶你去體驗一下 不然我分享一個事情 因為我 譬如說我的這個叔叔 他也是很喜歡去打獵 因為 但是其他靈物局其實也有在管 對 會 這個三槍對不對 就有一次呢 我叔叔就是在這個 打到三槍這樣子 很興奮 興高采烈的打回來 想說哇有吃的這樣子 突然被靈物局的 攔住了 看到攔住警察就說 齁 看然後扛著 喔三槍喔這樣 然後叔叔就說 哪裡三槍 我一槍就打到了 哇 Eren馬上接一個笑話 突然冷掉這樣子 這是認真的嗎 沒有阿 是一個玩笑話 對對對對對 跟他分享一下 還是有一個娛樂性質 還在兼顧一下 不可能 那你有吃到山蟬嗎 就是你印象中 有阿有阿 以前就是過 因為我們有結婚 或是重大行為 會那個嘛 打獵嘛 對所以其實小時候 還是會吃到 那醃肉咧 鹽肉會啊 就是那個很像 抖麵 那個是要攪很久的對不對 就是很像 我們的口香糖 那你吃到的是 小米醃的還是 白米醃的 哇我真的已經 沒什麼印象 那就是 算算像口香糖 然後就是攪很久 就是攪很久 就是 任何肉的其實都可以醃 是抖麵 抖麵 我們答案叫抖麵 然後阿美叫 其實都是醃肉 可是吃 都是一樣是白飯去醃 可是那個吃起來 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 泰雅族 大部分還是用 米 或是小米去醃 然後就是比較 會偏酸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阿美族就是 比較 鹹一點 我自己的印象中 如果我說錯的話 那我可能吃的肉不多 但是我覺得 原住民這件事情的 身份認同在 未來 或是在更新 新的身代 我覺得 大家可能還是要去探討 這件事情 在現在過度的 比如說 我們漸漸會失去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母語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 文化傳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真的很可惜 很可怕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個 很強烈的斷層 所以在我們接受 新的文化 或是新的體驗 在創造新的選擇的同時 在這個新的時代的同時 我覺得不管你是 哪一種身份 族群認同的人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語言 因為語言就是認識一個文化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對我其實也是 常常在反省自己說 為什麼我就是 學外文 我學英文 我學什麼 我就是會想要去認識別的語言 可是我卻沒有認真的去好好 認識我的母語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環境 可是其實家人就在旁邊 這就是尷尬矛盾一點 你家人還會跟你講母語嗎 不會說 可是你真要學 真要有心還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蠻可惜 所以還是希望就是未來呢 我們都可以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面 我們就用母語多聊一些 那麼厲害 我們的功課回去 下次 Mu hai su ba lai Mu hai su ba lai 這個王媽也常跟我講 我們原住民不一定要出人頭地 但是也要出人頭地 這個也是一個小小的鼓勵啦 共勉之啦 蠻好的蠻好的 OK 那你自己平常會 你有就是很熟的原住民的音樂人 或者是在這個產業相關的嗎 不然說我自己個人 自己從小很欣賞的 這個就是張誠樂 我也好愛張誠樂 真的好愛喔 真的而且他也是 我覺得他就是每一個時期的階段都很真實的反映他那個階段的自己 對 他是一個非常誠實的歌手 然後就是你看他也是海牙古墓這件事情 也是到他可能之後很後面他才去 我覺得我也看到他在作品當中有尋根的這個意義 他透過音樂去探索自我族群對文化上面的認同 然後找到自己的價值 用海牙古墓 而且拿到這個最佳年度專輯 沒錯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 蠻好 這家國語專輯還是最佳年度專輯 反正就是得了一個大獎 這樣我 內視其實我還蠻感動的 就是雖然我沒有這樣的歸屬 但是雖然身為這種族群的這種同胞 我其實是很有共鳴的一件事情 包括最近的這個阿抱也是 所以我覺得也是大家發光發熱好不好 繼續出人頭地這樣 真的 我身邊的原住民朋友其實都真的都很優秀 就是在他們就是的 因為我 你身邊的原住民朋友很多嗎 其實很少耶 好多喔 我比較沒有原住民朋友 我已經蠻想交一下的 所以 因為你有我阿 對我還是有到底 我們這個在 你知道台北遇到三個泰亞族 就是會爆炸喔 會爆炸 因為太少了太少機會了 你還有遇過其他泰亞族嗎 我剛剛就是在想阿 我以外 那不要太亞族 還有其他原住民朋友 其他的 可能在工作場合也好 有啦 我有一個好朋友 但是他 我在他身上我也看不到 任何對於原住民的歸屬感 對也沒有那個痕跡 對是有一個 長得也不太像 長得也不太像 對阿蜜斯 但阿蜜斯其實蠻多的 可能比大家想像中還要多 可能在走路上 不小心撞到一個 阿美族 阿美族跟 講到之前阿美族跟泰亞族 真的長得不太一樣 對 大家如果去仔細去分的話 其實 蠻明顯 我自己個人覺得蠻明顯的 泰亞族跟阿美族 真的長得不太一樣 其實各個族群都長得不太一樣 直光身高就差蠻多 對阿美族 就比較高大 天氣瘦長對不對 瘦長 然後像 我阿公也是以前185公分 哇 阿祖也是188公分 那你現在幾公分 我180 我還沒有比我阿公以前很高 你有綜合到泰亞的血統 我被泰亞族拉低了 到底 但是很 我覺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我手還是很大 我現在很少看到手比我大的 我腳也是很大 所以阿美族就是身材有一點優勢 但是泰亞族 我自己覺得漂亮的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是你又說你很少遇到泰亞族的 我看阿很多阿很多泰亞族都長得很漂亮阿 可是我覺得阿美女生也很漂亮阿 阿美的也蠻漂亮 我自己的個人感受 我覺得泰亞族的女生長得好看居多 阿美族的男生帥的居多 謝謝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但是不要說我有什麼刻板印象 這是我個人的體驗好不好 你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又回到這個歌曲本身 個人感受問題 對對對 所以這個還蠻酷的 你又綜合到阿美跟泰亞 你的長相 你的身高 你的外面 感謝 我的爸爸媽媽 不好意思 對 但因為我從小大家就說我長得不太像原住民 你覺得呢 沒有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其實我也覺得不像 可是後來 我覺得我還是有發現 就是還是有像的地方 真的喔 對就是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不是那種一看就是會覺得很像 對 有這種原住民色彩的 或是長得像原住民的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不太像是 但是其實理解以後會覺得 相處久以後還是會發現 就是那個頻率也是在的 對 沒錯 沒錯 我自己個人對黃瑄的印象就是 因為他一直處於一個很 就是很high的狀態 很躁動對不對 很躁動 然後很熱情 他隨時隨地都可以跟你 你可能一個問題他可以講30分鐘 而且他的邏輯很快 而且他的邏輯很快 他講話速度也很快 他可以把所有碎片的東西連得很完美 然後一串一串一串跟你講 你就會OK 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一直吸收這樣 因為我其實大家都 我講話真的應該再放慢一點點 因為我發現我講話真的是實在是太快了 蠻噴子彈的感覺 對有點像是 就是我常常會想到什麼 我就要講什麼 然後導致我就 我自己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這樣子 可是你講的很有邏輯啊 並不會亂掉啊 只是說聽的人會 需要一點時間去消化一下 我本身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 我聊那個我們製作過程當中發生一個 其實我們錄音是真的蠻順利 而且我有嚇到一件事情 是 你很快的在這首歌曲 就是你是不是誤會什麼 這首歌曲裡面 我們在錄音的狀況 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試了很多不同的聲響變化 聲線的變化 然後聲音的色彩 然後包括不同的口吻 然後這也是讓我很驚艷的地方 所以因為這首歌 我自己也有唱了一段 所以那個時候在錄音室裡面 我就是希望呢 也可以去達到你的那個能量 因為其實在錄音室裡面 你錄的時候 我跟阿良那個時候都覺得說 你的能量很滿 而且你很知道 要怎麼去利用你的聲音 去給大家想像 你很知道 你要怎麼去利用你的聲音 去穿搭每一個文字上面的詮釋 因為那個東西是你自己很了解的 但是 我跟阿良 其實 在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是擁抱一種 未知 帶著一種冒險的精神 所以我們反而會希望 你不要在安全區裡面 對 因為你很擅長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 Push你去刺激你去用你可能不習慣的方式 或去這樣唱 但其實過程都意外的很順利 然後都得到很好的這些素材 所以這首歌我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其實是意外的算非常很快的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 然後自己也非常非常滿意這個作品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你在做這個demo的時候已經 你把它唱得已經很完整了 所以我很能夠去想像 它可以是怎麼樣的去玩 因為你很敏銳啦 我必須得這麼說 音樂性很敏銳 而且你耳朵很好 然後同時你也很知道自己的武器 你很了解自己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會跟阿良說 我們要再危險一點點 因為你太清楚你的獵場在哪裡了 這樣子 你太清楚那些三槍在哪裡 開玩笑 但所以就是這個作品就是會帶給大家一點狂野危險 然後同時是以呂強比較 我比較想要去挖掘的那個面向帶給大家 其實就是會想到那種 我一開始想到是那種黑豹那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就蠻酷的 我自己也希望在這首歌可以更再多 再更誇張 我覺得我好好期待在現場跟你一起唱這首 一定會很炸 一定很炸 一定會很嗨 很棒 完全可以哇真的應該很棒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對 這首歌叫做你是不是誤會什麼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 對就在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關於一些刻板印象的主題 沒錯 的內容這樣 之前就有聊到那個身體的狀況 對啊 工作然後生活的平衡 其實還是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我很喜歡一句話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麼就會成為什麼 沒錯 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你就會做出怎麼樣的體現 我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 你最近生活還OK嗎 我最近 我最近 老實說 我真的因為找這首歌 因為找是主要在講那個手機的世界嘛 我因為這樣子 我認真下載了交友軟體 我想要去看一下裡面的 在交友軟體裡面的人們 到底在想些什麼 然後他們會跟你聊些什麼 然後 我就真的去跟他們聊天 然後 我也認真地 約了人出來 然後我就發現 就是他們在軟體上面很會講話 很會聊天的人 可是 來到現實生活當中 面對面聊天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好像 就是缺乏那種 交際那個叫什麼 就是 他沒有沒有沒有那種實際的 就是 對對對沒有辦法很暢談 不像在文字上面 他跟你啪啪啪啪跟你說很多 可是面對面說 他就會覺得好像 欸這個人怎麼突然變得畏縮了 比較沒有自信 也許他也是 也許他就是在見面之前 通常這種狀況就是 通常他都會 在見面之前會希望可以活出你的想像 就是希望可以 可以 可以套在你的想像裡面 我至少不要走太遠 對 不然會 就會覺得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通常這種部分 譬如說 你跟不認識的 或是跟網友 或是這種 都會 我們都會很容易活在對方的 所構築的這些想像的表象裡面 但是這些東西 會不會是 自己真正想要 吐露出來的 那倒不一定 所以 就是很像 還是蒙了一層沙的感覺 但 對 我以前也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在網路世界裡面 認識的人 跟現實生活的人 其實不一定是有直接的 但不一定是他真的生活中那樣的面貌 但你有真的因為這樣談到感情嗎 沒有 不會齁 我其實也沒有講那麼多 我也是 就是真的是認識人而已 而且也蠻多種人 你會 有一些是 偏真的是很有藝術氣息 他們聽的音樂也很特別 然後整個感覺就是 他很有他穿著的個人強力風格 然後有一種就是 哇他長得好可愛 就是 肉肉的很可愛 就是 看起來就是老老實實的人 可是 他卻是放techno的DJ 也是一樣 回到這個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 對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 回到這個要打破大家的框架 也許 但是 有一些人的個性 或是他的 生活的體感上面 他可能 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面對人吧 我覺得很多 很多人可能都會是這樣子 所以 才會造成那種 想像跟現實當中的落差 可是那個落差 到底是 好或不好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 每個人 每個人主觀不同去體驗他 每個人在自己擅長的東西上面 總是會比較有自信 可能他在 對 在溝通上面 交際上面會比較 沒有辦法 就是 很直接的去 對談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這都可以理解 反正就是交朋友 對 而且交友本來就是 你認識不同的人 不要用更開闊的心進去 因為每個人其實生活背景 都不太一樣 然後生活的體質 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 很多時候我覺得就是 交朋友還是要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包容 這件事情 不然你如果沒有把心胸打開 你沒有辦法真的 認識一個真實的一個人 你沒辦法跟他去 你所有的溝通都是建立在 所謂的表象 然後你都是希望可以活出 很容易就會被 對方的期待給框架住 然後也會被自己的期待給綁架 你反而就會有點 綁手綁腳了啦 就是沒辦法好好的去呈現 最自然的一面 但是有時候 我覺得這個也很難拿 你如果今天 好比我今天跟一個人 真的不熟 我呈現我出自然的那一面 搞不好對方會覺得 欸很奇怪 但是 你做這樣的選擇 其實也是一種 某種相對選擇上面的誠實 對 我要這樣做 其實也是很real的啊 也是很真實的一面 對啊就是你啊 你要認識我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好比 我今天第一次跟你出來 可能我今天看到的我 比較腼腆 可是也不代表那個就是 那也是我真實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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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那也是一種真實 現在很多人會喜歡去探討 什麼是real 哇你這個很不real 你這個很fake 那到底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尤其現在這樣這種 這種時代到底什麼是 什麼是 才是真的做真實呢 我覺得這個 我也沒有答案 所以這個還是要靠大家去 好好探索 但是 你活得舒服 自在 然後你不要把太多的 這些價值 建立在別人給你的賦予這些期待 我覺得還是要拉一些平衡 我覺得 內在的東西 往往比外在的這些 資訊 還要更重要 就是 你最自信的地方是哪裡 你最舒適的地方是哪裡 你有沒有辦法 擁抱自己的不完美 或是 對啊 或是有沒有辦法跳出去 對 之類的 我覺得 這個蠻重要 擁抱自己的不完美 那你覺得 跳出自己的 住棋 你覺得跳出自己的那個舒適權 是 算是 算是 做自己 或是 也是做自己啊 挑戰 對其實 我從頭到尾我有個個性 就是叫煩我 這樣的一個人格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會覺得 喔 黃瑄在這中間 做的怎麼樣 怎麼樣 可是我都會覺得說 這些好呢 就我剛剛有 之前有跟你分享過 我這些大家對我的讚賞 這些好的或不好的評論 其實我都不能夠把它留下來 我不能太過度的在意對方對我的評論 評論 當然那些東西 我感謝 批評 我也感謝 我不能把這些留下來 我才能 因為我只能不斷的 去重新定義我自己 這是我人生追求的事情 我在找自己 所以很多人在說 做自己 做自己 我覺得做自己真的是一個藉口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大家把這個東西泛爛了 其實就是白爛對不對 對你真的很了解自己嗎 我不相信一個人在死之前 他可以 一定都是別人比你還要更了解你自己 真的都是往往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人的過程 一定都是擁抱位置 你才有辦法進步 如果你很了解你自己了 你很知道自己的答案是什麼 那你很容易就被自己給綁架 那你就 這個我也不能吃 因為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這個我也不能吃 我是怎麼樣 你對自己反而有這種刻板印象 可是人生這個體驗 你應該把這些東西就是 要怎麼講 就是因為你能夠擁抱未知 擁抱這些所謂的不完美 你才有辦法去探索 你才有辦法去進步 你才有辦法一直往前走 不然 你覺得你在做自己 但我不認為那是做自己 我覺得比較真實的狀態 應該是找自己 對自己要擁抱懷疑 我問一題 那你在找自己 遇見自己的過程中 你有被自己打敗過嗎 被自己打擊到 你是什麼狀態 被自己打擊到 對啊 總是會有就是 Oh my god 我好像不行 Oh my god 我好像不喜歡 這樣的自己之類的 當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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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 我覺得很多 在生活很多各種體驗下面 都會覺得自己很醜 或者是自己很蠢 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那個都是一個不同的體驗 這些蠢或者是那些 其實都是 你都會過度的 我覺得很多 你會覺得自己蠢 或者自己 怎麼自己做不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來自於 大家對你的感受 你有時候會過度在意 大家怎麼去想你 所以後來我還是會把我 這個人生的這些優先順序 第一個就是擺在自我實現 我沒有辦法留下這些好或壞的評論 我只在意我有 我只在意我擁有多少次不同的體驗 這些事情 所以我才能夠不斷的往前走 如果我太過度在意別人對我的誇獎 那我同時我一定很在意別人對我的批評 所以我這時候就會把我的意義 構築在別人怎麼看我身上 我這個時候就會找不到自己了 我就覺得我好像不知不覺 因為很容易人會走到這種陷阱 我們一直會想要去符合大家的期待 是 但這個期待的標準在哪裡 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 內心都一定有一個很清楚的一把尺 說不定那個尺是不明顯的 可是你就要去找啊 你就要去探索 所以你一定要活出這個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活著的內在動機是什麼 對我來說 我覺得現在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自己啊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之前的人都做過了 對 那我自己想做的就是 我能不能夠留下一點點 稍微不一樣的選擇 為什麼不去努力呢 那假使你在努力的過程中 你沒辦法得到這樣的 結果跟目標 但也許你在過程中 你可以創造意想不到的價值 那如果在這個 大家也可以從你做的這件事情 可以得到樂趣 那不是還不錯嗎 人生只有活這一次 如果 活的跟 你知道 活在這種所謂的 世俗的期待跟眼光下面 那好像 那那 爸媽有看過楚門的世界 楚門 對 楚門的世界就是 阿 就是金凱瑞演的那個楚門 其實會有點像裡面那種 假想世界的感覺 你不是 你並不是真正的活過 就很像 我們那個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 那個歌詞 一個完美無瑕的世界 一個完美無瑕的世界 造了一個完美無瑕 造了一個完美無瑕 其實那個是一個謊言 那個是一個玩笑話 那個是幽默 因為沒有一個世界是完美的 你只有擁抱自己的不完美 你才可以 得到自由嗎 對 你才可以得到自由 擁抱自己的不完美 因為本來就是不是不完美的 對 這世界不是本來就是工整的 它本來就是一個 很非線性的一個世界觀 沒有形狀的 對它沒有形狀的 你 重點在於體驗 你不一定要了解 你不一定要理解 所謂的前因後果 你不一定要理解 這個人 到底怎麼想 因為沒有人可以 站在對方的角度 百分之百的立場 去看所有的事情 但是重點在於 你有沒有去 感受 感受它 你有沒有真的用誠意 去體驗各種不同的人事物 你沒辦法留下那些 大家對你的評價跟標籤 你也不要過度在意那些東西 只在於你自己 對你自己的人生 有沒有自我實現 跟充分體驗 這是我的想法 那必須要這個人 對自己很有目標 很有理想線 不然它會崩壞 對這個也是啦 崩壞 最好說這個 慾望這件事情 渴望很重要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 真的已經 對 不由之主要走到這個境界 滿好的 滿好的 對 好 我們剛剛就聊到 就是用手機聊天這件事情 對 那你覺得 如果我們 在沒有手機的狀態下 該怎麼認識人 因為 通常我們就是 跟自己的朋友嘛 然後或者是 跟朋友的朋友 慢慢就是 擴大這個圈子 那在沒有朋友 這種橋階下 怎麼去認識人 如果我自己 我自己是還蠻 敢直接主動去聊天 但是我以前不是 但是我活到現在26歲 我突然我個性大變 就是我 這也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這也蠻酷的 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我突然很能夠主動去 認識任何人 在我要想的狀態下 你有意識到自己 在轉變嗎 有 我就是有 好酷喔 我覺得 我其實覺得有點恐怖 但是我又覺得 滿新鮮的對不對 很有趣 我覺得我這樣蠻好的 因為我以前不愛聊天啊 而且我甚至是害羞 而且我以前害怕男生 我是在路上看到男生 會繞路走那種 但是現在就不一樣 長大了 就是這個階段 所以我覺得 可能 就是個性 反正每個階段都會變 因為人都會變 就像你講 不要去給自己一個答案 不要去定義自己 對 因為你 你一直在變 你一直需要去重新去 不斷地去重新定義你自己 這些東西會變 可是我覺得網路交流 本來就是我覺得 現在這個社會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 我們 現在 現在就是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現代社會所構築的某一些 就是狀態 但是 你說 在 現實生活中 我們要怎麼去 交朋友 除了從自己的朋友 的朋友啊 或是同學 的朋友啊 或是這些 認識以外 我覺得可以先 我自己的建議啊 可以先從你自己 喜歡的事情 對啊 先去找 有沒有這樣 喜歡共同興趣的同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快 可以有話題的 因為 你要交朋友 我覺得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共同的話題 這個還是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共同的話題 也可以瞎聊 就其實也是 也可以亂聊 那就要看這個個性的頻率 就是第一個是有沒有共同的話題 第二個是我覺得 個性有沒有頻率 有沒有對上 第三個是 第三個就是我會 把它形容是 化學反應 就是不可控制的事情 對 就是一見鍾情這種事情啊 就是你也 說不出任何的答案 你也說不出任何的意義 可是你對這個人 不然是同性還是異性 好有感覺 你就很有感覺 你就很想要 想要跟他當成好朋友 或者是 你就很想要 了解他 這個是 這個是沒辦法去理解的 可是要在怎麼樣的環境上面 可以創造這些事情 你可以 我覺得可以先從 共同的興趣 比如說 當然大部分 音樂 分享音樂開始 對分享音樂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音樂節 對音樂節 音樂節我覺得是非常好認識朋友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聽音樂 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喜歡聽的音樂 他可以分享自己聽的音樂 然後甚至 因為我從小個性我真的就是比較三八的 我在那種看電影看電影都可以跟別人交朋友 跟別人交朋友 跟別人交朋友 不然的話就我吃一下 沒有這是開玩笑的 這是開玩笑 但是我以前真的有幹過這種事情 就是那種很無聊的事情 但是 因為每個人個性都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也不能給大家建議 是說你應該要怎麼去交朋友 因為我覺得這是自然的 自然的東西 可是我同時還是要可以分享一下 我也不認為自我的價值 是建立在你的交友多少 或是交友圈多廣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有些人他可能 他自我的意義 自我的實現 他不需要建立在跟別人交朋友 這件事情上面 他可以沒有朋友 可是他可以過得很開心 這也OK 就是我覺得可以擁抱自己的各種多變性 擁抱自己的各種不完美 也OK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很需要朋友 你覺得感覺寂寂 你覺得寂寞 你覺得想要找人聊天 第一個我覺得可以網路交友 這個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對 但就是記得還是眼睛要放亮一點 然後記得還是要就是 安全 對安全然後健康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 當然還是要 就是安全健康 然後呢 盡量就是用開闊的角度呢 去理解雙方彼此 然後記得這個理性飲酒 這個性行為安全這蠻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 網路交友這件事情 然後網路嘛 那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可以從共同的愛好 或者是像譬如說 我這樣講可能會很那個 但是因為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哪裡認識的 就是 酒吧裡面 酒吧 對 這個是一個如果你真的也不喜歡喝酒 那也OK 那就是可以從運動啊 或是喜好 比如說打擊棒球場也可以認識好朋友 網路交友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 這是還蠻快蠻快速蠻直接可以了解到各種不同的人 的面向 然後你可以藉由 認識 呃 陌生的人 你可以透過這個過程 也同時也了解自己 對啊 因為你往往都是在 跟你真的不熟的人面前 跟他 溝通或是對談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自己 可能平常不會發現到的一面 因為那個是一個在安全區之外的事情 因為你 你可能 活在一種社交飽和的狀態下面 你很少有機會去認識一個 真的陌生的人 然後跟他花一點時間做相處 所以反而人在這個時候 都會 了解自己平常看不到的 那一面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認識新朋友去了解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管道這樣子 YES OKOK 謝謝 我們今天其實 因為不小心又聊了蠻多面向的 我們從 在那個對自己尋根的路上 然後又聊到 在交友方面 然後還有那個 什麼了 什麼了 是這樣結語的嗎 OK 反正今天也是很謝謝黃軒來跟我一起聊天 因為我覺得黃軒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會聊天 我真的在跟你上 我真的在跟你學習 沒有就是分享自己個人的小小的觀察這樣 再次shout out一下 AKA東南亞劇的強聲 台灣士大聲 Urban cowboy 摩登大聲 21之地自帶風雲的男人 這個練習多久 練習一陣子 因為其實我這個AKA其實會隨著季節轉換 最近是這個狀態 反正你不給自己定義嘛 對對對 月亮自走炮 謝謝 好耶 謝謝我們謝謝黃軒 謝謝謝謝呂翔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一集的 欸呂知道嗎 繼續來聽一些有趣的話題 然後我們下一集會有新的來賓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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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